總冠軍 拉閉光動就是桃園隊 連續兩年打敗兄弟相 拿下中華職棒總冠軍 桃園隊今年開幕戰 又要和死對頭兄弟相硬碰硬 其中最為矚目的 就是今年即將隱退的陳金鋒 照正常一樣這樣去做 然後該做什麼就做什麼 也不會說有什麼特別 因為棒球場 你該做什麼就做什麼 強調沒什麼特別感覺 就是做好自己本分 不過前隊友大師兄林智勝 轉戰兄弟隊 兩人從隊友變成對手 棒球是團體也不是一個人 也不是我跟他能幹嘛的事情 今年直棒開幕戰 將在19號在桃園 Lamigo主場舉行 球隊在內野 還特別增設了 複合式餐飲專區 除了是全台首創有桌椅 可以一邊用餐一邊看比賽 連餐點都是球員預除 親自公餐 一邊用餐 然後而且用的是中餐 然後一邊看球 有這樣的一個區域 在目前台灣的球場是 還看不到 那我們率先的來做 這樣的一個嘗試 這次開幕戰 轉戰後回到桃園做客 林智勝扛下第四棒角色 而台灣巨炮陳金峰 此意擔任第六棒 兩位強棒 一個是最後一年直棒生涯 一個是轉隊後重新出發 新球季表現如何 球迷也都拭目以待 既有林中正桃園報導 打